第四 學文思潮 你好 我叫黃之鋒 英文名的Joshua 我現在等進大學 是學文思潮的召集人 學文思潮是一間學生組織 裡面有大學生和中學生 這個組織在兩年多前成立 這班學生全部都是關心政治的學生 我們就後來想到學文這兩字 意思是學生都是社會公民 就算學生未夠清 未有專業知識 未有社會地位或是銜頭 但他們依然是公民 可以用社會行動介入政府的施政 施朝這兩個字 希望我們在社會裏面帶起一個新的朗潮 一個新的思維 告訴別人原來學生都是公民 原來這個價值觀可以扭轉 學生都可以站在民主運動的最前線 文化學生 教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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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初成立學問思潮 就是為政府要推行國民教育科 國民教育科就是講到 學生一定要建立一種對國家的情感觸動 我會覺得這件事是很偏頗的教育 因為我沒有理由見到劉曉波 艾美美 見到毒奶粉 我也會對國家會自豪 這種小朋友就驅使了我和一班學生去組織 希望除了在政黨教師之外有一把學生的聲音 所以就成立學運思潮 人們經常以為要搞社會行動一定要有人啟發 但其實我和馬丁、魯德金沒有什麼關係 他們都比較遠 他們是一個歷史人物,但是啟發外人 其實你參與社會行動不一定要有人啟發 你對議題關心 香港就是啟發你關心社會的原因 就是這麼多 現在香港仍在一個半民主的情況下 實在更需要很關心政治 因為政治不單只是說憲政的制度 我覺得這個SCMP未必會出 只有TV和APTV,然後沒有香港電視 為何吃一碟豆腐、火冷飯都要50元 還要不包飲飲飲飲飲加8元 以至為何你搭東鐵線 不知道為何每個星期都壞車 但是可加可減機制 永遠是有加無減機制 以至為何考完公開試 你要看一份卷是要付錢買的 很多很多東西都是和政治的制度 息息相關 所以我覺得每個香港人 其實都有責任去關心政治 因為你吃碟飯、看電視台 給多少錢去考試 全部都是和政治政府的政策有關 在這個香港裏面 應該要有一個普選 讓每一個市民都有公民提名 一個提名特首的機會 當一些政黨有限制、政治考慮 學生能夠多講理想 所以我們組織了學民思潮 希望主張用街頭的社會行動 去爭取民主普選 你可以支持公民提名、支持普選 支持反對國民教育課 但是不支持黃之鋒本人是沒有分別的 如果夠不夠年紀都好 公民提名依然存在 不會因為我而消失 如果你支持公民提名 願意去支持 甚至參與公民抗命 我覺得已經足夠 佔中不一定能夠帶來普選 但是不佔中一定沒有普選 當你要去要求政府去撤回國民教育課 都要佔領政府總部十天的時間 用佔領、絕食、又差點要罷課 這樣才逼到政府在選舉前一天 去宣佈無限期去擱置國民教育課 我會說 你撤回一個的科目 都要用到十萬人的佔領 何況是要爭取普選的制度 所以我會覺得沒有公民抗命 哪會有真普選來臨 我想我繼續堅持一個非暴力的原則 所有的行動都不會使用語言暴力 主動要挑釁一些和前線警務人員 一群聽命令的警員的矛盾 另外也不會和他們主動發生任何肢體衝突 我好像七一所說 我都有一個被捕的心理準備 我們一群學生會覺得 如果你不公民抗命的話 難道你現在走去再搞一個簽名運動 會令到政府動搖 我們在冷氣房裡商討過 用手機零成本地投完票 在大熱天時上街 甚至預演佔中 基本上所有合法最溫和的方式都用完 迫於無奈 我想公民抗命是一個唯一的選擇 因為你已經不能夠再給政府任何壓力 如果您能夠認識習近平 你會告訴他 看到習近平說什麼 如果讓我看到習近平 我想我都沒有什麼要跟他說 除了跟他循例去解釋 為何我們要普選 為何要民主 誰都知道為何他不想香港有民主 這只不過是一個利益輸送 瓜葛的問題就是 他不想令既得利益者 跟香港人一樣 要變回一樣的公民 他們想教育做人上人 然後當我們是二等公民 所以我覺得 看到習近平 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想說 我會用行動 而不是語言去說服他 我都不知道五年之後自己做得如何 因為我覺得這三年來講對我的變化太大 我想由一個很普通的中學生 去到要去因為國民教育科 要跟十幾個同學去組織學民思潮 去到二百年的遊行之後 想不到再會有十二萬年的集會 然後現在學民思潮應有三百多個學生 我想一切的轉變來得太快 所以我也不會說現在立刻要決定 五年之後要是怎樣的一個人 我父母什麼都給我做 不是直升級家長 也不是寵壞我 他們不會跟我說 你搞社運不讀書沒有出色 你從來都給我一個自由度 我覺得是因為這個自由度 才令到有今天的王之鋒 如果你的父母是不斷牽制你 包括很多學民思潮的同學 都是連自己做了學民思潮的成員 都不敢跟媽媽說 至少我有空間 我沒有實際的遺憾 只是帶來一些生活的不便 人去學生旅程 我去學生旅程 我去學生旅程 去台灣是要被人跟蹤 跟蹤完之後 還要找我住哪間酒店 跟蹤我那位男士 還要住在我同一間酒店 之後又要偷拍我 還要知道我什麼時候去台灣 什麼時候回香港 知道我是航班偏愛多少 那24歲監視我 我們台灣都被一些人去監視 他說他又不是狗仔隊 又不是記者 總之他是某間公司 受人委託要監視我 是會令生活有點不便 但我都不覺得有什麼遺憾 因為我覺得我做的事真的有意義 那你任何事都有付出 沒有付出是不會有收穫的 有些人是有進步 콘텐ے 你怎麼能鑽 我怎麼可以 你怎麼能鑽